YuYu Game Boy, come Forecast your own data to ranking matches Win games and get rewards 3 items give away everyday 今年的TI10真世界真的相当火爆 刚发布12个小时 国外已经有了182万次播放 讨论也是非常的激烈 就目前我看到的至少有80%的声音 都在为老干爹感到可惜 特别是AME 国外著名DOTA2女主播Hawson说 真世界非常酷 虽然为AME感到难过 OG和秘密官方推特都表示很难过 OG关推运营小姐姐在自己的私人账号上 也连发了两条推特 我觉得我无法从看到AME绝望的眼神中恢复过来 她说我前期那么肥的那一刻 已经在我心中刻上了永远的伤痕 在这位小姐姐的评论区 我还看到一位水友发了这样一张图 并收获了5个点赞 看来妹飞色舞工作室在国外也是发展的相当不错 关于AME为什么说我前期那么肥 一些朋友认为AME在甩锅 国外大部分学友都认为AME是责备自己 我前期那么肥干 我对这一幕出动好声 AME作为一个carry在责备自己 她一定很难受 有些国外学友为AME而流泪 甚至还有一些不喜欢AME的学友 在看了真世界后开始为她加油 最近也是最遥远的距离 我的心为AME而激动 希望有一天她能举顿 我哭了 我为AME感到心碎 说实话我不喜欢AME 因为她总是击败我最喜欢的几次队伍 但是看过真世界后 我真希望她能举顿 也有很多水友为Face Bean感到惋惜 Face Bean是最好的三号位 Cyber和她一样 但是Ban还在一直改变这个游戏 我真的希望有TI6的真世界 这样我们就能看到Face Bean了 她和Cyber的性格真的很吸引人 我也很好奇 输掉的Cyber会是啥样 但是Cyber在真世界里没输过 PSG新推特评论里 很多水友都在恳求LGB今年举顿 LGB这个TI 请把不朽顿带回家吧 作为粉丝 看真世界是很痛苦的 如果你们再不举顿 我打算远离刀摊了 请为我和边疆拿到不写顿 讨论比赛的也有 但只是极少是水友 他们明明有拉比克猛马的选择 但他们没用 因为雪碧放了他们没输过的狼人小小 这是绝活对绝活 如果雪碧输了 你们就会发他们为啥会放老干爹的小小 小巴的讲话太棒了 他们因为对DOTA的热情走到一起 输了也没事 真世界太美妙了 DOTA太美妙了 还有一批水友称赞这次真世界做得很棒 真世界的CJ太牛逼了 是的 他们摧毁了小小 就像他们摧毁了老干爹的冠军们 艾飞说真世界一直是电子竞技中最好的内容作品 它让你感受到队伍里的一切感受 无论高潮或低谷 每一个令人伤脑筋的时刻 都像是你和他们一起站在对战房里 DOTA是一款多么美丽 又令人心碎的游戏 我起了好多鸡皮疙瘩 新Q是艾飞最喜欢的选手 当看到小巴让新Q去洗脸这段 他很是难过